持续代理雷关新新竹县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除北天坑事件 新竹地检署今天贞结起诉发布消息 以盛贤台湖最先起诉新竹县长杨文科 实任县府公务处长现任检任秘书的江良渊等官商记事共12人 分别意违反复工徒弟卫造文书叫做卫政等最先 以请新竹地检从众量刑 新竹县新北风采520建案从2022年开始 累计多达8次的贪方事件 其中以去年4月27号一台特斯拉掉入天坑中最受瞩目 习间县府虽然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坍塌的原因 但检方指出杨文科受到建商所托 涉嫌指示下属包庇放水复工申请而遭到起诉 多达270企业的起诉书中指出建设公司偷工减掉 从设计的阶段为了减少挡土费用的支出 竟然无视建筑的规范 要求技师违反潜开的规定 将H型钢档土桩长度由33.8公尺 缩减为18.5公尺 以省下1亿5000多万元的巨款支出 又为了免除外界的质疑 混入劣质混泥土的地质改良桩赚取暴利 偷工减掉导致建案及周遭的道路塌陷 另一边检方则认为杨文科担任新竹县长 没有善尽监督的义务 在没有查明建案基地及周边塌陷的原因情况下 一再就听建商的请托对辖下公务员官说 甚至共同图利不避嫌收取封印机构提供的招待 还无偿使用建商销售中心作为竞选总部 顽固公共安全让人民承受巨大的风险 之后更是在缺乏专家的勘验下 允许多次复工 官商勾结恶性重大 因此针对违法复工图利等罪嫌提起公诉 请求法官从众量刑 并没收不法所得2.5亿元 而消息传出后杨文科相当低调 由秘书代为截听电话 表示县长人不在办公室有关起诉的内容 正有新闻处调查了解中 稍后会再对外说明 小明 Fran